这个45年前花了15万元买的房子 没想到现在是差不多5000万了 怎么说呢 因为呢 建商完成了敦化南路光武兴充的更新 如果以45年前总计呢 一户要辞4万来计算 那么都更之后呢 每一户住户呢 是可以分到市价5000万元的大楼一户 而且还会附上一个车位 算一算呢 增值了300倍以上 嘿嘿就就的天花板 老式的电视机后方几个水桶滴滴答答 接着墙壁的漏水 但是经过都市更新之后 这个屋邻45年的老公寓 即将增值300倍 难怪屋主张伯伯开心的笑了 和我们一起办这个独争 都是陆陆细细的 大概讲了差不多 讲近差不多20年 都没有坛成了 而现在总算坛成了 仔细看看 这光武新村都是45年左右的公寓 72户四层楼高 又没有电梯 屋内的状况真的很糟 但是从外面来看一看位置是敦化南路 和中校东路交叉口 超级黄金地段 所以吸引不少建商 前来想要整合进行都市更新 以张伯伯为例 45年前花了14万 买了一户公寓 四楼 面积28平 都市更新之后 可以建成20层的大楼 也可以分得一户 面积至少50平 还有一个车位 市价算一算5000万元 增值300倍 所以无论如何 建商排除万难 也要整合大家的意见 以敦化南路来讲的话 它的身价一定会在百万元以上 一平 对 而且还可以有车位 所以这个对住户来讲 是非常有利的 不过目前包括了申请 加上新建至少还有五年的时间 上百倍的诱人获利 住户可能还要耐心 再等上一段时间了 这边讯息人张迅 杨静明台报导